所以说我的一个身份 带货主播 很多人不太喜欢我这个职业 我在带货之前 直播间里总是一片祥和 记得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卖货 就有朋友说 稻草原来你也是为了卖货 这样我想起一句话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实在抱歉 我也不想伤害你们 但是我不去带货的话 就要打广告打PK 广告PK带货 这三种被很多人看不起的行为 我很不幸 我占了脸 我不去PK 主要也是因为 我实在对你们下不了手 我之前也跟大家坦白过 所有的博主来到这个网络上面 都有一个单纯的目的 就两个字 搞钱 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 如果你希望你喜欢的博主 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那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几乎没有 我跟马云的最大的区别 不是他的钱比我多 而是他对钱不感兴趣 我对钱感兴趣 我虽不是什么大富豪 但是我也不是穷到吃不起饭了 所以呢 我知道什么钱该赚 什么钱不该赚 我一直想做一个合格的带货主 我不是说带货量的多少 而是我希望我的粉丝 输到我的产品都不会失望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个商家要带我赚大钱 他给我供两块五一盒的面膜 告诉我还能在直播间做去黄实验 首先这个产品我不用 我家人我身边的人都不用 所以我也不可能让你们用它 我时刻记着我的身份 一个阴言之高 被新东方拒绝 流窜到蓝祥 在食堂深造两年的 非典型美食博主 所以我主要想做一些吃的喝的厨房周边的产品 我的厨窗里有很多高品质大品牌的产品 有很多大品牌的啤酒 有中国前三大鱼子酱加工企业生产的鱼子酱 世界三大火腿之一的趴马火腿 认准五星轰厥黄冠标志 还有我天天带在身边的客东纯天然苏打水 因为我尿酸有点偏高 所以要多喝苏打水 这款苏打水呢 它是纯天然的 没有添加任何的甜味香精在里面 它还是中国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甘甜顺滑 好喝又健康 我的直播间是没有拖的 我也要求商家 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刷好瓶 所以满瓶滚动的这些 以买以下单 我的直播间不需要这个 因为我的很多粉丝 都是有辨别能力 有品味 有见识的这些人 如果我把他们当傻子 其实我才是最傻的人 我再聪明 我也聪明不过 我几百万粉丝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喜爱 我会继续拍好作品 继续带好货 谢谢大家